这座聪明但还是被抓包 高雄一名毒贩为了躲避警方追气 跟买家约好在偏僻的乡间小道 要招溢毒品 但没料到警方早就获报 乔装成工人在路上观钟 甚至还有人躲在稻田旁边 最后前后包夹 让嫌犯想逃都逃不了 去了去了去了 终号大胖的嫌犯没单 全貌大喇喇的骑在乡间道路上 却不知道他骑车行踪 早就被警方锁定 一路跟他回家 破门时居然发现 他正在注射毒品 被逮的嫌犯真的无话可说 因为早在逮捕他之前 警方除了埋伏在乡间小路旁 甚至还乔装成工人 有人开车有人骑车前后包夹 先把交易毒品的买家逮捕 再巡线进工厂抓人 这边如果有车子进来 他发现有奇怪的车子 他马上掉头就走 放弃这次的毒品交易 主要是为了逃避警方查去 为了夺警察交易地点 都选在偏僻的地方 却没料到 警方为了抓他 早就布下天罗地网 就算再偏僻 也还是逃不过警方 记得谢嘉玲 高雄报道